12月12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举行会谈 双方宣布中越两党两国关系新定位 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中越缘和能开启双边关系新的发展阶段 专家认为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 理想相同 命运与共 在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的节点上 提升关系可为水到渠成 也发生了一定的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两国更应该就是从长远的视角 或者说从全局的角度来把握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方向 会谈中 习近平指出 中越关系将进入政治互信更高 安全合作更实 互利合作更深 民意基础更牢 多边协调配合更紧 分歧管控解决更好的新阶段 软服众表示 以六个更为指引 全面加强政治 经贸 安全 民间等领域合作 打造互利共赢的典范 专家认为 六个更意味着合作更具底气 有助于推动战略合作 更加深入全面 迈向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 在这15年的基础上 迈入了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也就体现了这个中越两岛两国关系的一个升级 在这个新阶段这个合作 更加具有这种雄厚的基础吧 并且质量就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吧 在会谈中 两国领导人谈及涉海问题和分歧 习近平指出 把海上问题带来的挑战 转化为双方深化合作的机遇 软服众说 相信双方能够本折 相互信任 相互尊重的精神妥善处理 专家认为 中越构建命运共同体不回避海上分歧这一敏感问题 而是致力于共同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这有利于扩大中越命运共同体共识基础 在关于涉海问题上 这是一个解决其他人最难解决的问题 但是已经达成了协议 就是要说要管控分歧 本则这种协商对话的方式 以政治途径来解决 在这方面要继续的推进 一方面就是加上分歧的管控 第二个方面就会拓展一些可以合作的低敏感领域 专家指出 中越同为社会主义国家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不仅符合两国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 对地区谋求合作发展共赢也具有典型意义 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的命运共同体 我觉得还是起一个示范性的一个作用 它超越了这种双变的关系 更加具有地区域来自国际的一个意义 就是说它不仅顺应了两国的命运 是顺应了这种历史的潮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